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这个大小合作之乱 上文书啊,咱们是说这个侍卫阿敏道 哎,被这个赵惠将军呢,派到了南疆 这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库舍城 在这之前呢,这大小合作时常的派出使臣 不是啊,去这个北疆伊犁建造赵惠 就是呢,跑到这个北京城啊 去觐见乾隆皇帝 哎,不论去哪啊,口径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愿意臣服于大清的 可是呢,这阿敏道带着大军来到了这个库车城下的时候啊 这事啊,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城上的守军呢,是根本不让大军入城 不但不让入城啊 还派出了一千多人的骑兵啊 袭击了这阿敏道啊,所带领的这支军队 当然了,结果就是啊 这个南疆的这群残回啊 还是不敌这北疆的厄鲁特人 和阿敏道所带领的这一百索伦兵 结果就是啊,扔下了四十多具尸体之后啊 又仓皇逃回了库车城 那城上的守军呢,打不过呢,就只剩下谈了 这城上的守军将领啊,就是这个霍吉斯的儿子 叫做乎代巴士尔 他虽然呢,不是这个大小合作的心腹 但是呢,这个城主的职位啊,是大小合作任命的 他也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号令 这乎代巴士尔在城上啊,就跟这个阿敏道表示 其实啊,我们早就已经投降大清了 只不过呢,我看着你带了这么多的厄鲁特人来 我这心里啊,是慌得一批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年啊,受这个准加尔韩国的压迫 我看见这些蒙古人呢,我们就心慌 所以说我怕他们,不能放他们进城 阿敏道这一听啊,轴劲上来了 他跟这个城上说呀,那这事好办呢 我就带领着我手下本部这一百索伦兵进城 其他人呢,安营扎寨,在城外头啊 不让他们进城,不也就完了吗 这一下不要紧呢,就郑重了城里这群忏悔的计策 阿敏道正要进城的时候啊 这身边啊,还有两位维吾尔的随军参赛 一位啊,是厄队伯克 还有一位呢,是嘎代莫特伯克 这两位啊,是南疆侍袭的缠回贵族 哎,换句话说,老炮了 所以说这二人就识破了城内守军的这个计策 于是啊,就跟这个主帅阿敏道说呀 这明显是计,骗你这一百多人入城 一旦入城之后,那就是身陷不测 哎,后果不堪设想啊 阿敏道说,这就这么办吧 我是主帅,听我的 你们要不愿意进城啊,我也不强求 就在城外的安营闸寨吧 于是,这阿敏道就率领了自己的一百索轮兵进了库车城 这阿代莫特和鄂队在城外头啊 准备安营闸寨 人家这个库车城的城门光当一声 人家可就关上了 自此啊,这城里城外的消息可就断了 这一天两天过去了 还能等,三天四天头上啊 城外的这二位伯克心可就慌了 下一步如何动向,没主心骨了 主帅被人家扣城里头了 于是这二位一商量啊 决定啊,咱们还是回北疆吧 回伊犁,和这个赵慧将军复命 把这个情况啊,跟赵慧将军如实讲清之后 还是让他来做决定吧 于是乎啊,稀里呼噜 就把这一队人呢,又带回了北疆 带回北疆可不就不容易了 因为啊,出兵的时候啊,是润酒院 之后呢,越来越冷 你再翻天山,再走巴音布鲁克 哪那么容易了,下雪了呀 就这么着呀,这赵慧得知这安敏道啊 只带了一百名清兵啊 就进入了库泽城 实际上啊,已然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也就是啊,这乾隆二十一年的十月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这赵慧也虽然心里很着急 他也断定啊,这十有八九 这大小合拙呀 嘴上一套,办事一套 在南疆啊,实际上就已然是烦了 可是也没办法 这会儿的赵慧呀,真抽不开身 也安排不出兵力来呀 到库车去解救这个安敏道 为什么呀 因为赵慧这会儿正统领着八旗大军呢 搜山捡海的,抓阿门撒纳呢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瞒着朝廷 瞒着乾隆皇帝 于是这赵慧呀,就给乾隆皇帝写了奏折 把这些事情啊,就如实的呈报给了乾隆 这乾隆皇帝很快啊,批复就回来了 这庭记的内容啊,也很简单 这乾隆皇帝认为啊,库车缠回 见阿敏道带厄鲁特兵丁 因为恐惧厄鲁特人而未能开城影响 一乎是之所有 这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呢 就是啊,库车城内的缠回啊 惧怕着阿敏道所带领的这些厄鲁特士兵 所以呢,就不敢出门投降 哎,可能也就是这么简单 并没有其他的坏心思 并且现在这个小合作货机站呢 他派出的使节就在京城呢 从这个言谈话语,平时交流来看呢 态度还是挺端正 我们也看不出他们有谋反的意思 那既然现在啊,这稀里糊涂 这一百多人已然进城了 那就让他们进城吧 咱们呢,就忘好了想 暂时就这样 这一年呢,这个抓这个阿摩尔萨那 这大军在这个北疆已然很疲惫了 干脆啊,这冬天咱们也不打了 把大军撤到这巴雷昆修整 来年春天啊 咱们再抓阿摩尔萨那也不吃 从这个旨意上看呢 这个乾隆皇帝倒是不着急 不过呢,他虽然不着急 可是这个仗啊,他还是不得不打 为什么呢 因为彻一支变来了 就在唐龙乌凉海 原来的一位蒙古亲王返了 这个地方啊 哥现在说呀 蒙古国还往北 现在啊,好像叫什么土瓦共和国 直到啊,这1921年以前 那个地方还是中国地呢 那后来呀,在1921年的时候 被这个前苏联呢,强行吞并了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啊 这本来乾隆皇帝想的是挺好的 大东径天的,让自己的大军呢 到这个巴雷昆好好的修正修成 可是这下不行了 又只能分出兵力啊 到这个唐龙乌凉海啊 去平乱去 当时啊,在整个北疆啊 也就剩下赵慧带着这个2000多人呢 在伊犁驻守 其他的清军呢 或是啊,到唐龙乌凉海去平乱 或是在巴里昆修正 要不然说啊,那一年呢 他在草原上啊,他是个多士之秋呢 就趁着这个彻翼之变呢 这乾隆皇帝在草原上 新疯的准嘎二不四寒呢 又反了 有两家寒王啊 想趁乱捞点实惠 这赵慧呢 带领自己这2000多人呢 且打且退,且退且打 最后啊,倒还算安全的撤到了巴里昆 这些故事咱不忘深了讲了 因为在前份啊 咱们已经详细的讲过了 咱们呀,现在翻回头了呀 还得说说这个南疆回步 这小河卓呀 算是看见机会咯 咱们前方不是一直讲吗 这大小河卓啊 实际上这蛮天蛮地的 和这北疆的赵慧呀 北京的乾隆啊 锦子边瞎话 为的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北疆的这些鄂鲁特一造反呢 哎,他觉得这机会终于来了 现在呀,是时候和这大清国翻了脸 提条件的时候了 那么,得起势立威呀 那这个威怎么立呢 哎,有倒霉蛋啊 谁呀,就是那个进了库车城的阿敏道 和他那一百索轮兵啊 这小河卓的意思是啊 自己一到将领就发到库车城 让这库车城的守将啊 就在城楼之上 把这一百索轮兵啊 和他们带头大哥阿敏道排齐了 一刀一个全载了 向这个天下宣布啊 我们这个大小河卓呀 正式要脱离这个大清的统治 这小河卓这么想的呀 他也是这么干的 一到将领啊 就传到了库车城 这库车城的守将 胡带巴士尔啊 接到了霍吉栈的这封手遇之后啊 心里呀可就打了鼓了 这胡带巴士尔的爹霍吉斯 那可是一辈子小心谨慎 哪根腿粗抱哪根腿 那有这么聪明的老子 这儿子肯定也不是个憨户 他一琢磨呢 你别看现在清军呢 在这个北疆啊 疲于奔命 各处呢 这个反其四举 这清军呢 只能是一个一个的挨着班的进行剿灭 可是你别等啊 这巴西大军呢 哎回过手来 到时候啊 这整个南疆这几个城池啊 也禁不住这巴西大军一冲一撞的 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在没什么好办法之下呀 也只能是铤而走险 他决定啊 先给清军买个好 给自己的家族留个后路 于是他就琢磨着 把这个阿敏道啊 放了 可是他也知道啊 在这个库车城啊 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这里边啊 还有很多这个大小合作的心腹 对这个阿敏道啊 和这个一百索敦兵 他也只能是偷偷摸摸的 尽自己所能的放 从这个史料当中啊 我们也能看得出 这阿敏道啊 带着自己的步众逃出库泽城 确实是比较仓皇的 因为啊 只有兵器 当然了 这肯定是啊 胡带巴士尔提供的 可是这个胡带巴士尔啊 他并没能给他们提供马匹 这前文书 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阿敏道啊 虽然是个鲁莽之徒 但是必定大内侍卫出身 又是个蒙古汉子 真不含糊 就在步行之下 带着自己的索敦兵 一路冲杀 哎这一百零一个人啊 就砍翻了三十多个缠回 逃出了库泽城 哎 只可惜啊 这胡带巴士尔 他必定是偷偷的 把这一支清军放跑的 那城内大小合作的亲信 发现之后 说要追 他也不能拦着呀 于是啊这货极战的亲信 就亲自率领了三百骑兵 去追杀阿敏道 你想啊 这骑兵要想追这个步行的人 那还不好追吗 那结果也很简单 追上之后啊 这阿敏道和这一百索伦兵啊 就全部死于刀下 这侍卫阿敏道啊 也终于为自己的迷之自信 付出了代价 那么说这阿敏道的死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说实话 不一定是坏事 这第一啊 就坚定了北疆赵惠等将领啊 武力解决南疆问题的信心 这其次呢 也让这个乾隆皇帝 认清了小合作 祸及瞻的真实嘴脸 那这一下子就好办了 等待着这大小合作的 那即将是大军 压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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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